我都快被老张烦死了 我知道 结婚的事情真的很烦人 你说我们要不要找一家婚礼策划 来筹备一下你的婚礼 我什么时候跟你说我要结婚了 是老张告诉我的 我什么时候说我要嫁给老张啊 你不嫁给老张要嫁给谁 你都杀死了吧 真想当大龄圣女 我就算要结婚 我也只会嫁给我喜欢的人 丽娇 你都一半年纪了怎么还那么天真 妈是过来人 当初嫁给你爸的时候 我也很爱她 可结果呢 还不是一样离婚了 结婚前讲的是爱情 结婚以后讲的就是柴米油盐 我们往实际层面想 我们家欠老张的钱 你是还不完的 你要是嫁给了她 那欠老张的钱 就当作是她预付的嫡金 我们怎么可以一直这样占别人的便宜啊 要是你真的嫁给了她 那就不叫占便宜 结婚以后 她的就是你的 你的还是你的 两夫妻何必斤斤计较 这才是一条一举两得的出入 你不要以为自己去了她新加坡 就高人一等看不清老张 我告诉你 老张外在条件那么优秀 还对你体贴入微 重要的是她对你忠心耿耿 我真想不明白 你到底还在挑剔什么 我不爱她 我对她没有感觉 我怎么嫁给她呀 感情是可以培养的 关了灯都一样 只要不讨厌都可以 女人到最后 要的只是一个依靠 你小心过了这个村 就没这个店了 你小心过了这个村 你小心过了这个村 就没这个店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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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